假如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和魔鬼作弊交易 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换取永生 你愿意换吗 现在机会来了 这个游走在悬崖边的男人就是魔鬼 今天被他盯上的是一群说书人 魔鬼走进寺庙 听说书人头子福士德论道 福士德说 故事创造世界 魔鬼就施法 让说书人通通闭嘴 结果 赌得了人嘴 却赌不了鸟嘴 魔鬼不服 要和福士德打赌 谁先收到12名信徒 就算谁赢 福士德输了只需放弃信仰 赢了就能获得永生 福士德没有犹豫 结果还真赢了赌局 只不过是魔鬼故意的 福士德活了上千年 虽然不死 可是年老体衰 内心空虚寂寞冷 最后沦落为丐帮弟子 只有一个诸如人陪他要饭 这般凄惨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莉莉妈的出现 福士德对他一见倾心 可是自己一个糟老头子 拿什么去啃嫩草 一气之下就想跳崖自杀 结果 死也死不成 这可怎么办 魔鬼玩得很开心 又和他提出一笔交易 可以让他变年轻 撩到莉莉妈 条件就是生出来的小孩 到了16岁 久归魔鬼 福士德寂寞太久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然而很快他就后悔了 莉莉妈生产时不幸离世 只有女儿莉莉活了下来 为了避开魔鬼耳目 福士德办了个戏班 开始带着女儿浪迹天涯 这个戏班和别的戏班不同 完全不是靠眼的 福士德有面神奇的镜子 可以照见人的欲望 观众能够进去里面 亲身体验游戏快感 比如这名酒鬼 进去后看到的全是酒瓶 福士德操纵灯塔水母 将他抓到半空吓唬他 酒鬼连声求饶 再也不喝酒了 水母这才将他扔下 天空投来正到的光 只有酒鬼登上山巅 就能达到极乐世界 然而不远处 却出现一座酒吧 好吧 就喝最后一杯 酒鬼走进酒吧 结果 这样的游戏 进行了很多年 一眨眼眉眉的 16岁生日就快到了 福士德忧心重重 每天都去拿塔罗牌占卜 今天抽到的是一张道挂人 似乎已经预示着 他们会遇见上吊的多面男 戏班成员暗恋哥将他捞起 给他做心脏复苏 一根铁管从口中吐出 多面男就此活了下来 福士德看他头上印着黑魔法 以为是魔鬼派来执行新赌约的 开心地收下了他 几天后魔鬼果然来了 不过魔鬼却说 多面男和他没有关系 这次过来 是想和福士德再赌一把 看谁能最先引诱到五个灵魂 独出就是莉莉的自由 而留给福士德的时间 只剩下两天 这是一个蹩脚的戏班 一群戏子绞尽脑汁 依然无法吸引观众 福士德心如死灰 再招不来观众 女儿就要沦为魔鬼的玩物 绝望之中 上天却派来一个救星 这个人就是此前救下的多面男 多面男是个营销鬼才 能把稻草卖成黄金 有了他的家蒙 戏班瞬间焕然一新 鸟枪换炮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有钱 浮夸的现代风 很快招来一群名媛 再加上马老师级别的口才 轻松忽悠到一位贵妇 贵妇的镜子世界果然很贵 全是各种奢侈品 香水手势高跟鞋 应有尽有 多面男陪贵妇在水中跳舞 周围浮现的却是莉莉的身影 看来是对她动了烦心 两个莉莉拉开雕像肚皮 里面出现一家情侣酒店 酒店老板就是魔鬼 贵妇拉着多面男想要过去 多面男却开始忽悠 只要登上这艘小船 就能比肩不朽名人 进向极乐世界 还有天堂里可不能有钱味 首饰我先给你收着 你就放心去吧 片刻之后 贵妇从镜中窜出 刚才的极乐世界 让她充满了狂喜 台下的名媛见此情景 争着抢着上台体验 很快 福士德就吸引了四个灵魂 眼看就要赢下赌局 台下却来了四名壮汉 四人曾经被多面男骗钱 追过来就要找他算账 多面男赶紧躲进镜子 四人也跟着追了进去 刚进去 就碰到一个美女销售 过来忽悠他们买房 四人没有上当 接着去追多面男 多面男顺着天梯不断上爬 想要获得更多名望 看到四人追了上来 于是把梯子弄断 做成两只高鞘 这下四人追不上了 然而高空作业并不容易 不小心扮上树枝 直接从半空摔了下来 四名壮汉追过来 打算吊死多面男 就在此时 地下却冒出一个警察头像 里面还有一个警察 招募四人加入警队 旁边也冒出一支警员热舞团 邀请四人过去减肥皂 四人被警员吓傻 赶紧跑回了母亲那边 结果 这个母亲其实是魔鬼变的 收下四名壮汉后 魔鬼和福士德打成了四比四平 而留给福士德的时间 只剩最后一个小时 这对父女正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女儿听说 父亲拿她和魔鬼做了交易 不仅如此 爱人多面男也欺骗了她 莉莉伤心欲绝 两个最爱的人都在骗她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多面男还惦记着 镜子内的荣华富贵 又是一番忽悠 和莉莉进入了镜子 莉莉的世界平静祥和 两人泛舟湖面 享受着美好的二人时光 从白天一直待到晚上 广播体操做了一遍又一遍 莉莉似乎意犹未尽 多面男却不想继续 她还惦记着聚光灯下的生活 于是将莉莉带进了她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她是热衷慈善的大企业家 是声名卓越的世界名流 连总统也亲自过来 给她颁奖 就在多面男春风得意之时 暗恋哥却闯了进来 她拿着报纸 揭露了多面男的骗子身份 多面男做贼心虚 抓住暗恋哥就要教训她 莉莉过来劝架 结果惨遭家暴 暗恋哥趁机跑到外面 在记者面前揭露了多面哥的伪装 由于身份暴露 世界开始崩塌 福士德也闯了进来 劝多面哥回头是岸 结果被她一把推倒 在踩踏中领了盒饭 父亲的死 让莉莉彻底陷入绝望 她穿过黑暗的镜像世界 来到灵魂之门这里 左边大门属于魔鬼 右边大门属于福士德 魔鬼从门内窜出 劝她慎重选择 结果一心求死的莉莉 还是选择了魔鬼之门 魔鬼又一次赢了赌局 但是她还不想结束游戏 又和福士德提了个新交易 她已经追杀多面男很久 但总是被这个骗子逃脱 只要福士德能杀掉多面男 那就归还莉莉的自由 多面男那边正在被群众追击 她逃到山上 又想用铁管假死 福士德抢走铁管 还从她身上取出一根假的 让她选择 多面男选了一根 福士德吞下另一根 接着上吊自杀 多面男赶紧将福士德解下 将铁管又取了出来 她以为自己吞下了真铁管 结果 多面男死后 福士德向魔鬼讨要女儿 魔鬼却说 她也不知道莉莉在哪 福士德伤心不已 又一次做起了丐帮子弟 直到有一天 她在街头发现了熟悉的背影 福士德跟着追上去 刚才的背影果然是莉莉 她已经和暗恋哥结婚 还有了一个女儿 福士德没有再去打扰她 而是和侏儒人一起 再次踏上了卖艺之旅 这部魔法奇幻秀是一部内涵丰富 而又极为复杂的电影 很多观众都说看不懂 其一是因为情节跳转过大 从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 很容易把人给弄晕 其二是因为片中男主角经常变脸 多面男一共出现了四张不同的脸 希斯莱杰 约翰尼德普 囚德洛 科林 法瑞尔 每一张都堪称牌面 之所以会这样安排 其实是因为主演希斯莱杰 在出演这部电影时不幸离世 为了向这位卓越的小丑致敬 三位男神先后上场 顶替希斯莱杰完成了这部一作 除此之外 影片中还有着大量的隐喻符号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样强隐喻的骗子 剑娘就不再多说 交给大家去解释了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